接下来看到另外一项的争议 也就是登山女神 曾格尔豹布伦已婚的富商 而她的正宫就中开了 曾格尔与丈夫的对话截图 其中有一句就对方说 昨晚没有防护 记得要买药吃 而曾格尔就回复网友 对话中不是有说那个药吗 可是曾格尔说那是喂药 那对此正宫今天凌晨就再度发声 更称曾格尔邪恶如魔鬼般 最近周刊报道 曾格尔说不是我讲的喂药而已 我们陈述的也是对方在法院的证词 他发出无顶声明 一是被网军攻击是事实 看看那些每日照三餐攻击我的匿名账号 二是关于侵害配偶权方面 诚信负商已经表示 两人没有发声过关系 三是没收到赞助一百七十万 四是再度指控政工 用旗下公关公司威胁他 第五点是希望自己的登山成奏 不被抹黑 对此负商的妻子在限动发声 收到很多留言和私讯 觉得很窩心 这世界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正义 知道这场仗不好打 面对的人邪恶如魔鬼般 但是我不会姑息一定告到底 今晚先睡个好觉 曾格尔跟正公岳启伦 两个人可以说是不断的在网络上隔空交火吗 今天早上曾格尔又再度发文了 他除了晒出这个法官与诚信负商 陈坤堡的言辞辩论的笔录之外 他还强调说南方就已经承认说 我们两个人没有发声关系 曾格尔还怒喊说 我公告发言的资讯都没有看到报导 大家不觉得非常的黑箱吗 曾格尔怒指说 岳启如用公关专业向他施压 同时他也公开了法院与陈坤堡的答辩 他说3月27号开庭 岳启如你传唤的证人 自己丈夫陈坤堡 他就回答法官说 就是没有发声性关系 也驳斥了你造谣抹黑的吃药之说 这个证人是岳启如律师原告 所同意传唤的 我是不可能跟陈坤堡串通好 不然岳启如也不可能让陈坤堡出庭 他也强调说岳启如就是要用对话 来达成法律要素 控诉我侵害配偶权 利用法律想要从我这边求偿获利 但我一毛钱都没有拿到还要被敲诈 都已经证明没有发声关系了 如果还会被定罪 我一定会上诉到底 并且推动修法 好转换焦点来看到比较香香的新闻 也就是近日脸书社群疯传 正妹切木瓜的照片 而他弯腰露出北半球超级吸睛 随后也有人马上就透露了 这位正妹的真实身份 连IG都一并公布 网友贴出他切木瓜照片发文 听说这家的木瓜牛奶很好喝 性感照片立即引起网友暴动 其实这组照片早在去年就曾被报道过 甚至还有切西瓜照片 晃球影片 在当时引起一阵骚动 如今更有网友 申出这位正妹的社群账号 IG分私数超过7万人 经过这次的曝光 这一度引发大票粉丝追踪按赞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正妹的焦点 也就是乐天桃园寒吉拉拉队女神李多慧 上周五终于迎来首次的亮相 而她一连三天卖力应援 却无法反应在球队的战机上 球队意外苦吞三连败 而对此李多慧也回应了 韩国拉拉队女神李多慧 上周末终于在乐天桃园主场亮相啦 李多慧热情的应援 让全场球迷热血沸腾 不过女神降临却无法让球队赢得胜利 这个球没有出棒 那就是再见三阵比赛结束 在两队本周开始的三连战第一场比赛 客队卫拳龙队是靠着攻守两端 比较出色的一个发挥 最终的比数是8比3 5分之差打败了乐天桃园 李多慧的表情说明了输球的不甘心 而他应援的这三场比赛乐天桃园都败给卫拳龙 就连大师兄林志胜等了半年的第三百轰 也终于出炉 这一棒打出去 哇塞啊 这个球在飞历史的时刻 哇 这个球是三百轰 明明在韩国李多会被称为胜利妖精 只要有他在 球队的胜率就会比较高 没想到一到台湾乐天桃园却马上苦吞 三连败 李多慧也坦言在出登场应援就很希望赢球 但棒球这项运动无法预测 现在只是刚开始 之后的比赛他会跟球迷们更用心的应援 为了能够配上胜利妖精的名号 他也会继续努力 看完了中植 接下来我们来看MLB 天使队今天与红袜之战 因为下雨所以最后比赛是延后该打 那大谷祥平呢 他是二刀流登板 他在首局上垒的时候 却因为一个动作让美国媒体意外笑说 终于找到大谷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大谷祥平在首局一出局 敲出中外野安打上垒 波士顿当地的气温大约10度左右 而由于大谷祥平他的下半局要投球 因此上垒之后他就穿上外套保暖 这是少见的投手上垒后穿外套的情况 不过大谷却发生了意外插曲 由于气温低手指冰冻 他身上外套的拉链却拉不起来 最后拉链掉了下来 让外套没有办法正常的拉起 于是大谷祥平只好把外套脱下来 交由一垒的跑垒指导员拿着 而他也露出了苦笑 这个画面就让美国媒体打去笑说 终于找到大谷做不到的事情 也许这是他唯一做不到的事情 今天第一次发现 可以让大谷跟正常人有关联 而这场比赛 最后是因为下雨暂停影响 大谷祥平只投了两局 失掉一分没有在登板 没有被敲任何安打 但是有三次的三证 打者身份他打了全场有两支安打 天使队最后是以5比4击败了红蛙队 可惹的 是 10分钟 天使神 可惹的